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居给您带来的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第二节项目虚拟环境及BOD管理 首先是虚拟环境的管理 安装PYEMV 这个工具是用于管理多个版本的Python的 我们有了这个工具 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同时进行Python2或者是Python3的项目的开发 安装就按照我的提示来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安装完成PyEMV以后 可能在系统当中去执行PyEMV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 它会提示命令找不到 那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PyEMV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添加到系统环境的变量里面去 把这一段的代码复制到我们Share的配置文件当中去就可以了 然后在我们Share启动的时候 就会自动把PyEMV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里面去 然后我这里呢 试用的Rish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用户的主目录下面 LS-A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Rish.rc 这是我使用的一个Share 大家在没有安装瑞系的时候呢 默认情况下应该是Bash.rc 在这个里面去添加上我们第三个提示这样的几行代码 添加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再执行Source.bash.rc 执行这样完成一个命令以后呢 也就是说重新加载我们的Share的配置 这样子呢 我们在Share里面再执行PyEMV这样的命令呢 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PyEMV以后呢 接着是要安装Python的开发包 安装Python开发包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开发 需要安装很多的第三方的插件或者库什么的 然后这些插件和库呢 它会依赖于Python开发包当中的某些工具 所以需要安装这个Python开发包 有一个注意点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使用Python3的话呢 也安装Python2.7的开发包 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于Python2.7 它的开发环境兼容性更好一些 如果这个地方就安装Python3的开发包环境的话呢 会导致某一些问题啊 具体我们这里不深究啊 反正就是实践证明它会导致一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安装Python2.7的开发包 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使用Python3的开发包 来看看它如何管理多个版本的Python 首先呢是查看可以安装的Python的版本 我们来执行一下 Python3.7的开发 然后是 install 杠杠 list 列出可以安装的所有的Python包 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Python包的名称 然后前面没有任何字母就直接有一个数字版本的 这个呢是标准的Cpython 是标准的Cpytho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到3的各个release和develop的版本呢都可以安装进去 然后这个 anacad anacad 这个是一个用于科学计算的一个包 然后什么 g python 什么 这些呢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看一下 然后Pypi呢是一个用Python实现的Python解释器 好 然后如何来安装呢 就是直接是Pymv install 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要安装标准的Python 2.7.6 假如说我们要安装2.7.6 就直接Pymv install 2.7.6 我们就直接这样来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去下载2.7.6的包来进行安装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慢 步骤呢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先中断 我自己在那个环境当中呢 已经安装了多个版本的Python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 我们已经用Pyemv安装的所有的版本 就是Pyemv Versions Versions S 技术加S 然后 2.7.9 是 我自己新安装的 以及3.4.2 还有一个呢 System System呢是表示系统自带的 然后前面的这一个信号呢 表示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一个环境 然后这下面的这一些 有其他的名字的 不是某个版本的呢 大家已经看得出来 好像是我自定义的 对吧 然后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一个 在我们的下面啊 在我们的下面 Virtual UMV 再给大家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临时的改变Python的版本和切换Python的版本 如果我们要把当前系统的 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 我们的信号指向于2.7.9 对吧 然后我们执行Python命令 可以看到他这里提示的呢 是2.7.9 对吧 然后退出来 我们切换一下Python的版本 Virtual UMV 然后是 Global 然后呢 是3.4.2 好了 执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Python命令 看现在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就是3.4.2了 所以这就是他能够很方便的管理多个版本的Python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临时的改变Python的版本 我们像刚才用Global这样的一个命令来改变了Python的版本之后呢 你重启系统之后 或者是重启这个share之后呢 它还是Python3.4.2 它会切换过来的 如果我们想要临时性的改变一个Python版本 比如说我仅仅是在当前的这个share下面 临时的使用从2切换到3 或者是从3切换到2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这个留作作业 大家自己去查看Python的使用帮助 还有卸载某个版本的Python是一样的 另外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安装不同的Python的版本以后 比如说我再新增一个Python2.5 或者说再新增一个PyPy 然后呢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马上切换到这个版本去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同样的 大家自行去查阅PyNV的帮助文档 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 因为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操作 大家一定要学会 我们在使用某个工具的时候 先去阅读它的说明书 来帮助自己了解它 好了 接下来就提到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是好像是我自定义的某些Python的版本 的确是的 这个呢 它是我们用Virtual UMV来管理的虚拟的一个环境 这个虚拟的环境是什么呢 是针对某个不同的项目来做的 好了 现在我们假如说要在系统当中来创建一个新的Python项目 我们要开始编写代码 那么我们在已经安装好了 Python2.7.9或者说Python3.4.2 我们看我们的项目是需要基于哪个环境 去开发的 假如说我们就是基于2.7.9去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需要执行这样的一种命令 这样的一个命令 PyNV Virtual UMV 然后呢紧接着是我们系统里面已经安装好的Python的解释器的版本 假如说我们是2.7.9 然后后面呢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呢就是虚拟环境的名称 代表着一个虚拟环境 我们同样的2.7.9可以建立多个虚拟环境 假如因为我们有多个项目都可能基于Python2.7.9来开发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写个project project1 然后我们就直接新建了一个虚拟的环境 叫做project1 它呢是基于2.7.9的 然后呢我们同样的可以写一个project2 然后呢它也是基于2.7.9的 我们现在再来 Share UMV 然后是一个Variant 看一下这里就有了project1和project2 然后呢是激活虚拟环境 假如说现在我们要对project1进行开发了 所以就直接是PyEMV 然后active 就是project1 好了执行完了这个命令以后呢 就表示激活了当前的project1 然后这个前面就会有一个project1的提示说明 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project1的虚拟环境下 执行python命令 是2.7.9的版本 也是我们刚才在用Virtual EMV 来创建这个虚拟环境的时候的一个版本 好 我们现在退出来 我们现在 emv deactive 先退出当前的虚拟环境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python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默认的实际上是3.4.2 也就是说我们在不用切换系统 python的环境版本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样子直接激活某个项目对应的虚拟环境 就可以进入他的一个python的那个环境里面去了 相应的python的版本环境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呢 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包的管理 下面我们就会讲到了python包的管理 这个还有退出虚拟环境 以及删除虚拟环境呢 这个也当做作业 退出虚拟环境 刚才其实我已经做了 然后这里的安装pip 这里要说明python2.7.9和3.4 以及更新的版本的已经自带pip 不用单独的去安装 pip呢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管理python包的工具 我们有很多第三方的包 比如说jungle或者说flask 这样的一些包 我们需要用它来管理起来呢 就很方便的 更新pip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这个安装我就同样的就不再做说明了 我的系统环境里面已经安装了 然后是搜索python包 我们这里就来做一个演示 假如说我是想要学习jungle 对吧 我们想要安装jungle 我们就直接pipsearchjungle 然后呢 它会 稍微的等待一些时间 非常的慢 可能是因为pip它会去连接到 连接到那个国外的那个官方的 pypi源 然后去查询 我们看到了我们 那个项目名称当中带有jungle这个单词的第三方扩展包呢 就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对吧 看一下 太多了 这说明我们这个jungle呢 确实这个框架发展的非常的成熟 它的插件很多 好懒得往上看了 我们就不看了 反正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搜索 可以搜索 假如说 也就是你的 想安装某个包 你不确定它的具体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 因为你有的时候 你去比如说pip install某个包的名字 比如package package name 对吧 你的直接这样子写的话呢 它不一定是叫这个名字 对不对 就像我们经常称呼某一个东西 叫叫张三 对不对 它可能它的全名叫做张小三 你要pip install张小三才行 你pip install张三不行的 对吧 就这样的同样的一个道理 好了 刚才呢 我们还提到一个就是 我们在搜索这个jungle的时候呢 非常的慢 然后这里有一个作业的要求 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呢 我们从pip的原 官方的原来去安装会出现timeout的情况 大家把这个pip默认的设置为清华的那个pip的原 它的服务器在国内速度就会快很多 安装的成功率呢也就会高很多 然后安装python包呢 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就直接是pip install 没还没给大家演示 假如说我们再看清楚了 哦 错了啊 看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在project1的下面 对吧 是在project1的下面 好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 这里是系统的下面 这里是系统环境 对不对 好 我们切换过来 切换过来 好 我们现在是在project1下面 pip install 比如说install6 这样的一个包 好了 已经安装好了 pip 已经安装好了 6 它默认呢 这样子默认的情况下呢 它是安装这个名称 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包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如果要指定某个版本呢 就直接适用等等 多少多少 然后呢 要你不确定 它的最新的某个版本是什么 或者说你指定 它大于某个版本就好了 那么就直接是这样子 用大于等于符号 来进行指定Python的版本 或者说用等于符号 来进行指定Python的版本 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现象 我们直接pip list 就可以看到当前环境下的 所有已经安装好的包 好 我们看到 它已经安装好了pip setup tools和6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到这边的系统环境下面来 同样的我们也有pip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执行pip list 我们就会看到系统环境里面呢 它的包 其实是要比我们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多很多的 这些东西的存在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在系统环境下面的 而我们这个虚拟环境下面呢 它没有我们系统当中 比如说这个pip 8 或者说piflex 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 我们没有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安装 我们要把当前的这个pujet 就和系统的环境隔离出来 可以看出它这样子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还有升级python包以及卸载python包 还有查看当前环境已经安装的包 还有如何在项目当中使用requirements文件呢 这些都留作作业 大家自己去思考 有一部分我已经做了演示了 特别是这个在项目当中 使用requirements文件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学习和了解 好了 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就到此为止 再见